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就进入到基础阶段的第一个内容 嵌入式开发环境搭建的学习 那么在本次课程中呢 我们将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 嵌入式开发中常用软件的安装和使用方法 那在后期课程中呢 我们将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 我们的PC跟开发板之间 他们的数据交互 以及他们在环境搭建中所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好 下面呢我们就来看我们今天所讲的第一个问题 VMware Workstation的介绍 那么VMware Workstation呢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通过查询过后呢 发现这样一个一句话 它实际上是一款什么呢 是一款软件 也就是它实际上是一款软件 它软件的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 是虚拟计算机用的 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什么虚拟机 也就是这款软件 其实就是一台什么假的电脑而已 那也说它是用软件模拟出来的一台什么 一台假电脑 那这台假电脑中呢 它跟我们真电脑是一样的 也需要安装什么操作系统 同时呢也可以安装相应的什么软件 所以说很多情况下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是一个温7系统 然后你说我现在没有用过温8 或者说没有那个用过温XP 那么我想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子 什么它的界面啊 或者是它的操作方式是不是很炫 或者是那个很有吸引力 对不对 但是呢我又不想把我的这台 唯一的一台电脑 重新的又给它格式化 然后又重新安装系统 很麻烦对不对 我们呢就可以这么了 可以按照虚拟机的这种思路 在我们原有的这个计算机上 假装安的一台什么假电脑 那这个圆圈的空间就相当是给假电脑用的 然后我们在假电脑里头呢 它里头装什么 装我们所需要的什么 最终的一个软件就可以 比如说我们的温8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我们的现有计算机上 就可以去看什么 一个新的操作系统 它的一个感觉了 所以说虚拟机呢 应该说是在我们的什么 在一台电脑的基础之上 安装的一台什么软件而已 好这是我们VM Workstation的一个初步概念 它其实就是来假的电脑 给我们想创建一台假电脑 然后呢在假电脑里头呢 我们安装或者使用一些软件而已 那在我们的嵌入式开发中呢 这款软件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在我们嵌入式系统中呢 经常有这样一种需求 因为我们平时啊 用这个Windows用的比较多一点 因为我们Windows呢 它对应的驱动程序 比如说我们在后期讲Arm开发版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有些时候呢 是PC跟Arm之间啊 是需要安装一个所谓的调试器 叫Debug调试器 而这个调试器呢 很多情况下 我们都可能只有Windows的驱动程序 去跟它这个开发版进行所谓的交互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Windows呢 肯定是要保留的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现在又有新的需求 比如说我最终要跑安卓系统 因为大家知道 安卓呢 实际上它可以认为是两大部分 一个是呢 我们可以称之为是System部分 就是我们系统的一个主框架部分 由Java和C构成的 那这部分呢 我们可以称之为小系统部分 但底下呢 还有一个部分叫什么 Curl部分 就是我们真正操作系统内核 而操作系统内核呢 它实际上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什么 Linux操作系统 那这样的话呢 如果我现在要想把一款开发版 就相当于从头到尾的 把它最后把它变成一台平板电脑的话 安卓的平板电脑的话 你说我该怎么做 我是不是 首先你说你得有System 对不对 然后呢 你还得有Kernel 然后还有可能还有其他东西 然后最终呢 是不是在通过我们的所谓的调试器 或者是什么方式 把它下载到开发版上 然后呢 或者烧写到开发版上 然后这样的开发版 才能变为我们的什么平板 对不对 所以这样来看 你看Windows也要用 而我们的Kernel和System呢 我们说你是不是还是需要 要进行一个生成的过程 对不对 或者编译的过程 而这个Kernel编译的过程中呢 我们后面会发现啊 我们Windows能不能编这个Kernel呢 我们说是不行的 那么一般情况下 这个Kernel编译 主要还在谁 Linux操作系统之上 才能完成 也就是说 你必须用Linux去编Linux内核 Windows呢 去编Linux内核呢 可能有方法 但是相当的麻烦 确实没有什么太大必要 所以说在Kernel是开发中 确实就有这样一种需求了 也就是说我的Windows和Linux 应该怎么 应该是个共存的过程 共存的过程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很多情况下 就需要使用什么 你看 在我们现有的Windows情况下 去假装的再装了一台电脑 然后在这台电脑里头呢 安装了我们的Linux操作系统 这样的话 Windows和Linux 是不是就同时可以为我们的用户使用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实际开发中 就相当于可以不用什么 Windows和Linux之间的一个什么 互相切换了 所以说这块软件呢 应该说还是比较方便 比较方便 当然在以后工作开发中呢 可能并不一定像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现在呢 是学习阶段 可能大家只有一台电脑 在以后工作中呢 我们可能会遇到这样一种问题 就是说 这是你的电脑 你的电脑 你在公司里头 但实际上呢 公司里头呢 是有一台专门的Linux服务器 我们呢 通过Windows是什么 跟这台Linux服务器 进行什么交互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我不再需要什么 再安装讯息了 所以说 这个要看具体的情况 但是呢 如果说大家单独学习的话呢 肯定因为一台电脑的话 你要想安装两个操作系统 又不想把原有操作系统破坏掉 那么可以安装一个什么虚拟机 这样呢 也比较安全一点 好 那么这是我们VMware Workstation的一个什么 简单功能 好 那下面我们简单说一下 那么这款软件的一个安装方式 这款软件的安装呢 应该说相对而言也比较简单 基本上跟我们普通软件安装 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所以说这个呢 大家可以下来安装一下就可以 然后只是在安装之前呢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我们这呢 考给大家是这个10.0.2的版本 然后呢 大家也可以自己在网上去搜索 或者你自己去那个下载都可以 然后呢 说一下 在下载过程中呢 我们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尽量呢 大家要下载那个完全版 不要下载那个绿色版 因为绿色版呢 在很大程度上 可能某些工具包 它实际上是把它裁剪掉了 那很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后面 安装某些工具包的时候呢 是找不到原文件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相当于 没有办法想用它的那些功能 所以说呢 建议大家使用完全版 然后呢 这个版本号 版本号来说呢 一般情况下 只要是在6.0以上的 包括6.0 对我们嵌入式开发来说 问题都不会很大 那我用10版本呢 其实主要目的也是 像用个最新的 当然这个因为 我们现在的电脑 由于它的虚拟化 或者说它的CPU的性能比较高 所以你用新的版本呢 应该说可以对这个 那个比较新的CPU呢 可能对它的那个 性能挖掘力会更强一点 那如果用10版本的话呢 建议大家下这个 10.0.2这个版本 尽量不要去下10.0.0那个版本 因为那个版本呢 对我们安装U邦兔的 如果是14.04的话 它有一些bug 就是像在我们安装完过后 在安装一些工具包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不太支持 所以建议大家呢 下这个10.0.2这个版本就可以 安装过程呢 我就不再演示了 如果安装完过后呢 大家可以启动 就会看到这样一个界面 这就是 VMware Workstation的 这样一个什么图标 和它的一个文字 然后呢 你可以点帮助 然后点一下这个关于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安装的一个过程 安装的过程 好 在这个虚拟安装过后呢 我们说不仅它安装的 实际上是一个软件 同时呢 它在我们的这台Windows下 其实我们在看计算机的 这个网络连接的时候 Win7呢 你就通过这个方式去看 然后那个如果是那个WinXP的话呢 你们就可以通过还是控制面板 去找那个网络连接就可以 其中呢 你就会发现 它不仅包含我们原有的本地链接 同时呢 还多了两个VMware的这样一个什么 适配器 也就是说相当于多了两个什么 假的网卡 那这两个假网卡中呢 就说我们怎么理解它呢 你就可以这样想 相当于我们这是台Windows 对吧 然后我们说我们虚拟机不是已经安装完了 对不对 安装完过后呢 那实际上在我们真正操作过程中 这个虚拟机跟我们的这个Windows之间 还有去还是有什么 有一个所谓的什么网卡连接的 就是相当于一个假的网卡去操作的 当然这个VM.NET 8和VM.NET 1的中呢 我们VM.NET 8相对而言比较重要一点 相对而言比较重要一点 它呢 实际上是我们虚拟机中啊 就是叫NAT连接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网卡 好 那下面我们先看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啊 先有个初步的理解 初步的理解 在我们的虚拟机中编辑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项 叫虚拟网络编辑器 这个选项呢 应该说是针对我们这款虚拟机 它的一个什么网络连接方式 其中呢 我先想说一下就这两个 就是VM.NET 0和VM.NET 8中的两个类型 一个是桥接 一个是NAT 这两个怎么理解呢 我们先画一个简单的示意图 这个大家要把它理解 理解一下 就相当于这是一台虚拟机 这个虚拟机呢 其实它里头在安装的过程中呢 它可能已经配好一个网卡了 而这个网卡究竟跟我们的什么 外面是如何相连的呢 实际上是分三种方式 但是比较常用的是两种 VM.NET 0是桥接 就相当于这个地方有一台什么 有一个桥或者是虚线 去跟什么跟我们外面的这个网卡打通了 就相当于你这个网卡是假的 这个假的呢 但是实际上共用的是我们真正的这个什么物理接口 这是一种桥接的概念 然后NAT呢 其实是我们比较常用或者说比较方便使用的一种方式 NAT怎么怎么把它理解呢 你这样来理解 你相当于啊 就把它想象成什么 我们的安装虚拟机的时候呢 其实不仅安装了台虚拟机 同时在内部啊 安装了一台什么 假的路由器 这个假路由器呢 我们都知道啊 路由器一般来说是分两个口 一个称之为万口 对不对 一个称之为万口 一端呢 我们称之为是LAN口 对不对 LAN口 那么我们的VM.NET 8 实际上就告诉我们是吧 LAN口的信息 也就是说我们的虚拟机 实际上呢 是连接到一台什么 假的路由器里的什么 一个局域网里头 那我们的Windows呢 其实也连在这里头了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们Windows和虚拟机之间 是不是属于一个局域网 那这样的话 我们实际上就可以通信 然后具体怎么上外网呢 那这个有路由器的万口 来决定它如何路由 如何把数据包往外发 那这是路由器的事情 但是呢 我们说 NAT方式呢 相当于对我们什么 对我们Windows 直接访问这台虚拟机 其实提供了一种什么 单独的局域网访问方式 这种方式应该是 在我们实际开发中 应该用的比较多 因为它比较安全 你就说你即使外面 没有连路由器 就是我们的这台Windows 你们家里只有一个机器 对吧 但是呢 你还是可以怎么的 进行我们的虚拟局域网 的一个调试和开发 好 这个呢 这个问题 我们先有一个大致的理解就行 因为我们在后面的课程中 在具体讲解 环境搭建中呢 还会对这个部分 做更深入的理解 好